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今天又要给大家报一则独家的料,这是我们收到的内地网友的爆料,他说现在国内的地方政府麻烦大了,根本完全没钱,他们只能够靠罚款,靠抓人,靠到处去敲诈勒索来赚钱,因为上面已经没有钱拨下来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用电车, 所以就连政法委用的公安专车居然都没钱充电,我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觉得非常震撼,后来他跟我解释,因为政法委相对在一些省份,尤其是在广西这样的省份,经济不好的时候很难赚到钱,他们跟普通的交警不一样,交警可以开着车在路上胡乱拦截,到处对司机敲诈勒索, 警察也可以去打击黄毒毒,专门去勒索那些做生意的店铺,去收保护费,平时收开的可以收得更多,但是政法委的油水相对不太多,他们也没有什么门路去收那种钱, 如果是要抓那些有违纪违法的官员,不是说抓不到,也是可以抓的,不过那些钱都是进了私人的药包,在公家方面没有人会拿钱出来,结果现在连公家的警车都没有钱充电,搞成这样那怎么办? 他说也不是没钱,等一等吧,拨款还没有下来,那拨款还没下来怎么办?那就用谁车谁去充,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你根本无法想象,警车会因为没钱充电而不出勤, 谁要用警车就谁负责充电,简直就是匪夷所思,我听了之后马上就笑了出来,都知道今年中国的财政出现了很大的赤字,所有的地方都没有钱,每一个地方都在等着中央的补贴, 但是这些中央的补贴你认为会有多少事被人贪污掉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些钱没有人会贪, 越是环境困难就越会有人贪污,基本上连中央补贴下去的钱,从中也会被人贪污,所以拨到地方上的钱你认为会有多少? 一定不够开支,上面扣下面,下面再扣下面,一层一层扣下去,结果就造成有很多地方都没量出, 公家的事情没有人去管,试想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全国发生大型的暴乱,到处都有的话,那哪里还能派人去镇压? 连粮都没得出,你资格慢慢去镇压吧,大多数的民众就是因为要出粮,要吃饭,他们才会出来搞事, 所以,接下来有很大机会出来搞事的,就是这帮没粮出的官员,公安,城管等等,你认为他们不会出来搞事吗? 你不妨是一下一直都没粮出的时候,所有的开支都要自己倒贴的时候, 让你去前线打人,让你前线开枪,你干不干? 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差,最近还公布了各个省的上半年的收支综合数据, 每个地方加起来,才赤高达五万七千亿人民币, 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有盈语,就是上海,其他全部都是赤字, 包括香港在内,最严重的赤字是四川,高达四千一百三十三亿, 而且还只是上半年,而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财赤也达到两千一百二十九亿, 香港也有一千三百多亿的财赤,广东省是靠香港的, 自然是一样财赤,以前中国财政部会定期发布一些数据, 例如会发布对上一个月的财政收支情况, 但是之前有六个月没有发,为什么? 因为太难看了,这些数据会让人触目惊心, 九月九日发表了七月份,以及今年头半年的财政收支状况, 根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收入的总数是十一万五千九百一十三亿, 比去年同期下跌了百分之二点八,来自税收的收入有九万四千零八十亿, 比去年同期下跌了百分之五点六,但是非税收收入反而增加了, 非税收收入主要是出售国有资产, 卖地,还有罚款,都值今年卖地的成绩很差, 有的地方的卖地更是下跌了九成, 所以出售国有资产和卖地实际上没有什么收入, 真正多的是罚款, 这些非税收的收入总共有两万一千八还三十三亿,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七, 就是说他们靠罚款足足在全国罚了两万多亿, 这是什么情况,那几乎就是你一上街就抓你, 去到哪里,抓到哪里,才可能罚到这么多钱, 真的是与罚有缘。 插一段广告时间,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多谢。 先来看一下每个不同的省市, 首先是今天的主角广西, 完蛋了, 广西的一般公共财政收入是一千零七十六亿, 一般的支出是三千五百三十点三亿, 收回来一千多亿, 花了三千多亿出去, 赤字足足两倍多, 是两千四百五十四点三亿, 比香港要多得多, 但是广西已经是差不多排到最后, 给大家看看全中国所有的财政, 第一位是上海, 还不错, 收回来的钱有五千六百亿, 支出是四千八百九十七亿, 赚了七百零三亿, 是唯一一个有钱赚的, 排第二的已经要亏本了, 就是天津, 天津的规模跟上海当然是相差很远, 它的财政收入是一千三百四十五点九亿, 支出是一千七百五十八点七亿, 下跌了四百一十二亿, 这是财政缺口, 就是赤字, 这是上半年的数字, 海南倒牌第三, 收入五百六十九点二亿, 支出一千二百五十亿, 赤字六百一十亿, 第三是宁夏, 因为规模小, 收入三百一十二亿, 支出一千零二十七亿, 赤字七百一十五亿, 福建收入两千五百一十八亿, 支出三千三百四十三亿, 赤字八百二十四亿, 相对来说, 福建已经算是不错了, 然后是北京, 收入四千零三十五亿, 支出四千九百五十七亿, 路得九百二十二亿的赤字, 浙江收入六千二百四十四亿, 支出七千一百九十亿, 赤字九百四十五亿, 青海收入二百零四亿, 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七亿, 青海看上去离谱一点, 他的财政支出的是收入的几倍, 赤字九百五十三亿, 这些已经算是好的了, 赤字少于一千亿, 从山西开始全部超过了一千亿赤字, 西藏非常离谱, 收回来的钱只有一百六十四亿, 但是支出有一千五百二十六亿, 为什么收入会比支出少了九成, 这些省是怎样运作的, 我真的不禁要问一下, 他们就是靠政府拨款来生存, 连江苏也陷入了赤字, 收入六千七百零三点二亿, 支出八千一百七十八亿, 赤字一万四千七百零四点八亿, 还有就是我比较关心浙江, 因为这些都是经济大盛, 由于把上海从浙江剥离了, 所以浙江的赤字有九百四十五点五亿, 最差的几个省是湖南, 河南, 四川, 四川的亏空最严重, 是四千一百三十点零亿, 河南倒数第二, 赤字是三千六百八十九点七亿, 湖南的赤字三千一百三十七点六亿, 倒数第四是河北, 三千零五十二点五亿, 看到这些数字你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两千亿以上的省人份有十多个, 从甘肃开始, 广东, 陕西, 江西, 新疆, 贵州, 黑龙江, 广西, 云南, 安徽, 湖北, 这些全都是两千多亿赤字的省份, 河北, 湖南, 河南四川这四个省是超过了三千亿, 如此庞大的赤字, 当然是收不到钱, 另外还公布了同期的税收, 上半年有多种税收都是暴跌, 企业所得税下跌了百分之五点五, 其实都知道, 这些全部有水分, 一听到这样的数字, 就会觉得非常不合理, 企业所得税有什么理由会跌得这么少, 然后是个人所得税下跌了百分之五点七, 这就更不合理了, 国内增值税也下跌了百分之五点六, 关税下跌了百分之五点二, 车辆购置税下跌了百分之五点四, 反映中国的消费失道疲弱, 下跌幅度最显著的是印花税, 跌了百分之二十二点九, 当中包括楼市和股市, 因为股市交投不行, 楼市也是不行, 所以, 证券交易的印花税下跌了百分之五十四, 至于路德增长税有环保税, 拿这一块去敲竹杠, 去勒索是最容易的, 比去年增长了百分之十八, 就是以环保名义来勒索别人最容易, 国内消费税也增加了百分之六点八, 这些数字一听就知道有问题, 根本完全不合理, 因为经过了造假, 肯定包含了人为的熟悉, 不然的话会更难看, 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穷到了连公安车都没有钱充电, 这样的情况到底会持续多久, 什么时候会连公安都开始没工资发, 这就是全国大乱的先兆, 当镇压的人都没钱收, 没有工资的时候, 一旦全国乱起来谁去负责镇压, 说不定带着出来搞事的就是他们, 所以山雨欲来风满楼, 接下来的这几年, 中国绝对会出大事, 第一次见面猜中会怎么做, 知道要拉回我们 seit个月中, 一旦全国乱起来, 被看成铺月的确定档, 我们一起做负责镇压, 这边的第一次见面是负责,